台服能不能成功出現第一把 加五金武 就看今晚 33.3% 踢爆出奇蹟 哇 夾 哇 出發 夾其金武 誕生 哇靠 哇 哇 好啦 我們今晚臨危壽命 突然開直播 老闆他半夜睡不著想要點東西 連兩隻金便都在我手上啊 我們今天來幹大事了 看一下喔 我們今天KPI有兩個 一個是 再幫老闆搞一張金布 另外一個就是 要再點一把加三 不論是哪一個都很硬 加三過了會點另外一把嗎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老闆要點另外一把加三 我肯定會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不讓他點 好啦不管啦 我們今天趕快點一點然後去度人 來吧 第一發 這個是5% 聽說是5%吧 要換地方點嗎 我來問他老闆他在哪邊點啊 老闆說他在葡萄園點的 我必須可以換地方 葡萄田是吧 好 就這了 繼續 第11 好啦 我們今天擺脫了上一次衝不到加11機武的惡夢 老闆現在就是要克服我的恐懼 我什麼東西越點不過他就預料我搞 上一次我幫他點了90張沒有加11之後 現在加11了 OK啦 這張準備轉金布吧 老闆說金布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 他今天自嘴讓我點金武啊 我也問過他說金布就不夠再做就好 還沒有想那麼多 幹老闆老闆說他要拚布耶 加碼了 原本任務1只有點加11 你們知道為什麼沒有任務1的後續嗎 因為老闆原本認為 我應該是點不到加11 所以他沒有給我後續的KPI 但是我今天讓他點到了 所以他給我任務2 那老闆原本也認為我不會過啊 那我們今天幫他點一下吧 讓老闆從此對我改觀 神話製作秘笈為什麼有兩個不一樣的 這兩個都是15%吧 這是不是有什麼貓膩啊 為什麼他有兩個不一樣 算了啦 反正會過一招就會過啦 我們有兩次機會 來吧 3 2 1 15% 一發 上電視 哇 哇 又一發 哇哈哈哈哈 幹好扯喔 以後我只能製作了 你們以後不要叫我合成了 合成通通不接受 我不接合成單 我只接製作跟點裝單 幹好扯喔 又一條金布耶 他這邊疊了幾張金布 幹 金布 三條 好我現在先點金布吧 等一下我點完之後 我們另外一個人要點加3了 對吧 武器我們目標是這個 其實那個金布 其實就算今天沒有我搞 老闆也會搞出來 但是武器加3 就是爆了就沒了 這個比較珍貴 機率33.3% 武器是33% 所以我們保持上一次的概念 點加6的武器 那我上次選什麼 我選次驗之公 為什麼點這個呢 因為他們都是33%的 這幾個都是33%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33.3% 這個也是33.3% 所以我用同樣的機器來建一下 來吧開始了 我們連爆5了嗎 我們連爆7再點 我覺得連爆7再點會比較好 現在連爆5了 幹我心跳越快了 連爆6 連爆7 7連爆 來吧 7連爆 7母 過 哇 幹 你老生 還是過了 不管 幹 老闆我還是過了 我管他加幾 反正有過 我現在心跳超快 你們可能聽不到 喔 老闆說再點 還是33% 再一輪 再一輪 我們今天加2 金5會不會誕生 就看現在了 繼續 加2等一下往上電啊 這把應該會過 這把應該會過 不是 沒有 這把再爆我就點 這把再爆 第7把 7 OK我點 來各位 33% 台服能不能成功出現第一把 加5金5 就看今晚 準備了各位 連爆7了 3 2 1 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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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幹三小 台服點鐘大師 等一下 我先講 我不是 我不是要準月光 月光我之前幫你點 我也很認真 但是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第一次 點鐘 算得這麼精準的 我真的是在想 那個到底怎麼樣 會比較好 那應該是全台服第一把吧 現在攻擊多少 307 307的攻擊 給你們看一下金5的數值啊 額外傷害加20 然後傷害增加13% 我跟這把比好像比 比較 加5跟加3的比 攻擊面板多8 命中多2很正常 然後 傷害增傷沒變 混沌狂襲多2% 這個混沌狂襲其實蠻猛的 大家很痛 老闆叫我點加3這把耶 老闆老闆老闆叫我點這把耶 幹我覺得不要 這把我們還有人沒加3耶 不要不要 不是不是 你們先帶幾種 我知道我知道 你們跟我想法一樣 我也試一下想法 我想要勸退老闆 因為這把加3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人拿加0 我想問老闆是不是冷靜一下 老闆想點 老闆想點就點 你們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們 你們要點嗎 聊天室的夥伴 老闆是說點啊 但是你們覺得要點嗎 我是建議別點啊 為什麼老闆想點 我之前講過了嘛 因為白鬼老闆有一次看了 韓版呂布王的直播 他看到韓版有一個人 死神拿加7金5 他自從看了那個直播之後 他就腦袋一直浮現著加7金5 他認為他一定要跟他一樣拿加7金5 兩個老闆現在正在討論 到底要怎麼搞定那一把 我這邊等著他聽他們結果 他們討論好之後 我再去看結果 老闆說他已決定他要點了 老闆說這個如果也加5 他就要點加6 OK我們就這樣子 來 我想要到5爆以上再點 我跟你講我是怎麼刷 我講一下我的概念好了 這個流派 就是機率跟電爆 還有那個祭品流 這個流派很多人不相信 有人認為這直上會過就會過 不會過就不會過 有人甚至認為武器的潛在值 強化加急就已經是寫好 他能夠點到一個就是固定的 那我跟你講一下我的理念 就是33.3%代表 理論上三把會有一把爆 如果三把連爆 第四把過的機會很高 那我今天如果連六爆 第七第八有可能二連過 因為前面兩次 33%的三次被爆率 我會抓六連爆 第七連爆再點 因為到後面我個人認為 他這樣子連過機會比較高 嗨 特哥 特哥 不要這樣子 我現在不知道在幹嘛了 三爆 四爆 這把如果再爆 再爆兩把我就會點 OK 呃 第五爆了吧 我們再抓兩個 幹 這什麼要素 欸 不要搞嗎 讓我七連爆一下 可是目前這一輪好像 我發現一個新的規律了 好像 到第五爆 第六已經會過 我剛剛看了三次 說是五爆會過一 所以等一下要搞爆五爆 我可以試看看 老闆叫我不要緊 他也很緊張 他雖然說他進步很多 不過他也是很緊張 因為畢竟這一把也不便宜 六 哦 六爆對不對 如果我這個再爆 我下一把就可以點 爆 好 我點七爆 各位七爆 來了 各位七連爆 不要緊張 我無話可說 至少我個人認為這個點裝的算法 在我身上行得通 為什麼會這樣看 也是自從韓版更新之後 他把機率放出來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加七加八加九 都是33.3% 來吧 現在 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老闆說點加七 幹 大媽的 加七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老闆 好 今天是 你們怎麼說 老闆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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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叫我公母聲 拜託以後叫我公母聲 叫我一輩子公母聲都沒問題 二 二 現在兩爆了 幫我記一下 兩爆 三 四 再爆一把 六 OK 各位 六爆了 我堅持再一把 我們今天維持七爆 看一下 好 七爆 各位 七爆了 七爆出奇蹟 來 七爆 加七 33.3% 到底今晚 老闆 加七七爆 會不會出奇蹟呢 3 2 1 出發 加七 金五 單 生 哇靠 哇 老闆 這個不是一頓 法 可以解決的 台服 呂布王 開始 單身 台服第一把 加七 金五 跟第一把 加五金五 都在我手上 有 加七 兩 五 琴 感谢观看